每天选手天天做活手 大家好我是一首哥 今天就大家做一道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鲜鲜莲藕给它揭成大片 起锅烧水 加入自己喜欢吃的丸子 下入切好的藕片 煮至3分21秒 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煮熟捞出控干水分 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蒜麻较八角干辣椒 下锅扒拉给它炒香 来两块火锅底料 来点万能小耗油 来点生抽 老抽上色 再给它一顿芭拉给它炒香 放入配菜 放入适量的盐 鸡精白糖调味 给它翻炒均匀 撒上芝麻出锅 家庭版的麻辣香锅制作完成 喜欢的老铁给它双鸡加关注呗 今天就大家做一道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鲜鲜莲藕给它揭成大片 起锅烧水 加入自己喜欢吃的丸子 下入切好的藕片 煮至3分21秒 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煮熟捞出 控干水分 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蒜麻较八角干辣椒 下锅巴拉给它炒香 来两块火锅底料 来点万能小耗油 来点生抽 老抽上色 再给它一顿巴拉给它炒香 放入配菜 放入适量的盐 鸡精白糖调味 给它翻炒均匀 撒上芝麻出锅 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制作完成 喜欢的老铁给它双击加关注呗 大家做一道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新鲜莲藕给它揭成大片 起锅烧水 加入自己喜欢吃的丸子 下入切好的藕片 煮至3分21秒 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煮熟捞出控干水分 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蒜 麻较八角干辣椒 下锅巴拉给它炒香 来两块火锅底料 来点万能小耗油 来点生抽 老抽上色 再给它一顿巴拉给它炒香 放入配菜 放入适量的盐 鸡精白糖调味 给它翻炒均匀 撒上芝麻出锅 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制作完成 喜欢的老铁给它双击加关注呗